台中市長盧秀燕打破縣市合併以來的連任魔咒 大贏對手二十七萬多票 把二十九個行政區全部拿下 今年一早啟動了感恩車嫂 從大理的競選總部出發 向市民朋友致意 而蔡其昌儘管敗選 依舊懷著感恩的心 從故鄉清水開始展開卸票行程 還遇到熱情的民眾在路邊大喊加油 路旁民眾高喊加油 行動派蔡其昌 交足台中市長勢力 但他不忘初心 拜不擂就和一大選隔日 一早從故鄉清水出發 啟動卸票行程 2018台中市長選舉 盧秀燕以二十萬八千票 贏過挑戰連任的市長林佳龍 四年後更超過上屆勝選票數差距 獲得將近六成得票率 大贏蔡其昌二十七萬四千多票 順利連任 而台中二十九個行政區 盧秀燕全部拿下 其中蔡其昌只有在故鄉清水 小數一百六十七票 其餘二十八區 甚至被誉為綠營大本營的 深岡區也都失手 昨天才選完 所以我們利用第一時間 今天要進行卸票 那當然光是車對卸票還不夠 所以我就是麻煩大家替我轉答謝意 那我們會用我們未來四年的努力 來回報大家 盧秀燕打破縣市合併後 從未由市長連任的魔咒 一早從大理總部開始 啟動車嫂感恩謝票 預計在二十八號 消假重返市府 被問到會不會絞出總統大選 盧秀燕則說 他會好好做市長 記者高於里江志南 SNG小組台中報導